华盛顿、特朗普政府周一宣布对从部分中国公司进口的服装、发制品和科技产品实施新的限制,称这些公司在新疆地区的生产中使用了强制劳动力。 这项措施将允许美国海关人员扣留并可能销毁有所裂新疆公司或实体生产的货物。 新疆位于中国遥远的西部地区,中国在那里的拘禁营和监狱关押了多达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 尽管此举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它并没有像特朗普政府准备在上周宣布的那样,对新疆生产的棉花和番茄实施更全面的禁令。 据了解内部讨论的人士透露,这一措施令使用中国棉花的服装公司十分警惕,并引发了一些美国政府官员的担忧。 他们担心这可能会损害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并可能引发中国对美国种植的棉花的报复。 美国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官员在周一的记者发布会上表示, 正在对更广泛的措施进行进一步的法律分析,不久可能会公布更多消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